临近清明纪埃斯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 29号参观了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深切悼念遇难同胞 上午9时30分取 马英九一行抵达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来到古城的灾难大型雕塑前 手持鲜花集体肃力 1937年12月13日 清华日军攻占南京后 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 死于惨案人数多达30万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 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书籍照片 我也看了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 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刚才在留言簿上写着 历史绝对不可以遗忘 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都应该从这件事情上 得到教训 让我们要自立自强 才不会被人清零 任人宰割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此次同行的还有约30位台湾青年 马英九28号在拜夜中山林时曾表示 希望台湾青年深入了解两岸关系 认清两岸一定要和平奋斗 才能振兴中华 据了解 纪念馆多年开展对台交流 举办了第四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视讯交流活动等 2018年纪念馆赴台举办以史为鉴 民族复兴南京保卫战 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在新北市护卫炮台 两岸同胞共同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举行了公祭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